嗨朋友们 我们现在在巴格达首都 然后今天一个中国朋友 还有一个当地朋友 然后我们也要一起去逛一下巴格达 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去巴格达的萨达尔城 就是卖军火交易的地方 这个萨达尔城 以前叫萨达姆城 萨达姆城 对 包括以前这个机场叫巴格达机场 以前叫萨达姆机场 萨达姆城到台之后就改名了 因为萨达尔现在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吧 比较知名的精神领袖 哦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证据 哦 没有镜头 如果有任何问题 有任何问题 如果有任何问题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可以看到一个照片 我可以看到一个照片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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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路边都挂着他们精神领袖 萨达尔父亲的牌子 这是他们当地的市场 这位当地的大叔跟我说 这块区域没有政府管制 只有一些党派住家 是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地方 比如说绑站 这边就去这个比较穷的区域 所以说 嗯 也蛮人 坐车经过看到一群人在卖羊 他们就这样在路边卖羊 好神奇啊 哦 好可爱 这个羊是为什么头上都红的 好奇他这个羊多少钱卖一群 好可爱 哦 那还挺贵的 200美金到255金钱 你真乖哦 我才近距离的拍一张 你看那边的房子都特别破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 我们现在就在伊拉克这个很有名最危险的就是萨达尔城 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当地的军火戏城 然后这个地方比较敏感 这个地方 就是小地方住了400万人是吧 就是这么小的地方 然后就是好像06年的时候还有汽车炸弹就死了挺多人的 就这个地方比较危险 比较敏感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看到他们卖军火的就挺好奇的了 我这个人不敢来就拉了这个 就是这个大哥 就是他在伊拉克四年了 然后还有他的当地朋友一起来 这个发型都很 这个发型 特别有意思 这个伊拉克大哥怎么了 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当地市场 他又卖很多衣服什么的 就像抽水一样 人民币 哦 人民币 人民币 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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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 准备到 来来来来 准备到 准备到 啊 啊 等备到 伊拉克很热情的啊 他这些家电 可是我说他这些家电就这样放在路边的 他卖家电就放在路边这样 因为这个都是二手的旧的 这是鲨鱼林的感觉 Hello Hello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is is real 好烫 好烫 刚才问了一下 我们就可以 200美金就可以买枪 我们可以买这个枪 200美金 哇,这个是真的子弹 5块的钱 太厉害了 哇,这些枪 就在街上这么卖 200美金就可以买 好有感,好带感 这个地方 就是可能在萨兰姆 就是美国来打萨兰姆首饰的特别多人 就地方也是战乱的地方 比较敏感 现在准备去下一个地方 一个批拔市场 就是一个伊拉克特别大的一个批拔市场 好,我现在这个相机已经非常烫了 然后大汗里里了,热死了 好,我们现在到了这块是伊拉克的批拔市场 就有很多小店 然后在市中心 然后特别多 你看这个电子产品 然后衣服 如果那些店 就 这个楼很老 你看这个上面的楼 好像都没有人 没有人住 就是已经荒了 但是整栋楼都是没人住的 前面有个大行政策 还挺漂亮的 然后在欧坏市中心的批拔市场 好多卖衣服的 然后我现在走走 因为这个车太堵了 然后他们俩在超上 我再来看看 这些都是卖衣服的 全都是 就是在一个小商品市场 看这个短袖都做的好像很有 那些短袖是做的很有伊斯兰的风格 这是穆斯林传统的 好 多少 8000 大概是 5美金就有 5美金 便宜 我们两口就这么卖的 这什么 这什么街边饮料啊 好多冰哦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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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钱 那个钱都还在车上了 好一场 白色的是什么 酸奶 还挺可口的 好喝好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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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喝 你又不收我钱了 反正是我钱包还在车上 嗨 我是月圆 喜欢我的话 请给我点赞加关注写个评论哦